這裡為大家示範CNC加工的操作程序 首先我們打開刀具設定的參數規劃框 設定洗刀的直徑以及相關切削的參數 接下來我們把模型置放到加工原點 設定切削的工作範圍200x80mm 我們將模型調整到切削範圍的下方 讓刀具能夠在正確的範圍加工 接下來我們設定模型的初切削加工目鏡 這裡我們設定為水圖切削的方式 做第一次的初切削 設定好後我們跑一次初切削的模擬程式 確認切削過程不會撞到 接下來我們設定金切削 接下來我們設定金切削 以X軸方向的平行方式切削 我們也是一樣跑一次模擬程式 看看金切削的過程是不是會順利完成切削 接下來我們把刀具路徑轉換為切削的控制程式碼 我們把切削用到的泡棉塊放進CNC加工機 固定穩定然後啟動機器回復材料的原點 這裡我們用動態的方式調整洗刀的高度 為了避免撞到我們啟動刀軸 讓它旋轉的狀態下調整逆軸的高度 我們把這個高度設定為材料的原點 接下來我們就是啟動CNC 切削加工 這個是我們正常的切削速度 一次把模型的外型切割到正確的形狀 CNC切削加工仍然有許多石角 是我們無法切削到的地方 這裡我們利用一些後處理的加工技術 讓我們的原型製作可以更順利 首先利用磚床切削我們高壓鋼瓶需要的一個圓孔 我們利用90度的木塊讓車身與磚頭保持垂直 調整到適當的高度後 浮穩我們的材料與木塊 浮穩我們的材料與木塊 緩慢而穩定的 將我們高壓鋼瓶需要的圓孔鑽出來 同時我們需要經常的往上抬伸 讓排屑的動作可以順利 不至於瀑塞與褲內 然後進入水 約半分左右 然後將比較好 把薑煮成熟 跟火攪熄 水和排骨 要有油 做成熟 把雞熟 大的鍋也是 然后我们换上圆穴具 切削我们轮胎需要凹陷的空间 让轮胎可以在车身内自由转动 我们调整好转胎的高度 同时将切削深度的罗帽转到我们需要的深度 让之后我们每一个砖孔的深度都能够保持一致 小心稳定的对准我们需要钻孔的位置 补稳材料后稳定的往下钻孔 因为我们有调整砖孔深度罗帽 所以我们每一个轮胎需要的砖孔深度 都可以达到一致 接下来我们使用带锯机 将CNC没有切割掉的边缘 以及我们模型需要的反斜角 切削出来 用带锅机和材料 切削锅机 切削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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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們使用沙袋機進行初步的研磨 研磨時我們需要將材料輕輕的接觸沙袋 同時快速的移動讓磨屑可以排除才是正確的操作方式 接著我們利用美工刀以及泡棉容易玻璃碎裂的特性 我們將輪胎需要的空間切割出來 製作的放在後面 同時美工刀也可以把我們需要的一些造型切削 接下來我們將輪軸需要運轉的空間在模型的表面畫機出來 這裡我們使用腳尺讓左邊與右邊輪軸能夠保持平行 向中心切削的法 分次從不同角度往內切 讓我們的小園能夠順利切削出來 這裡我們使用砂紙將模型殘留的刀具紋路研磨 使用的方法需要快速、輕快的移動 讓模型的表面產生光滑連續的曲面 première步驟也要先伸展 除了一整天的模型 竹花是否會被刷破? 握了一整天的模型 讓一整天的模型 握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